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称习近平在会见欧盟 这个范布莱恩的时候 曾经指出美国正在诱使他 希望他攻打台湾 但是他不会中进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从整个媒体报道的轨迹 分别是从华盛顿跟北京发稿 而且查证的对象全部都在华盛顿 只有范德莱恩的办公室讲过 他们没有外泄任何相互两者谈话的资料 但是我们要在此指出 台湾有很多政界的高层 曾经在大陆上见到 中国大陆的政界高层的时候 就曾经听过类似的说法 而且北京方面 许多智库学者专家 甚至宿外的代表 对外公开演讲的时候 也提出同样的观点 但是非常显然的 北京跟华盛顿的关系 确实是相当的暧昧 而且华盛顿表现出来一步步步进逼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 关键在于 我们台湾要不要成为一个诱饵 这些是要靠我们台湾相亲自己去决定 我们要不要被强权利用 变成一个诱使 这个等于送上一个祭坛的生理 这是我们要自己去判断 假如我们变成别人操作的工具 而且变成一个可以被牺牲的马前卓跟炮灰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蠢 不要去怪别人利用你 而是应该要问你自己 为什么要被别人所利用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真正要认真的思考 其实我个人在四年前 就已经写出来一篇文章 在质疑美国是不是 在设计下一个珍珠港事变 那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要不要让台湾变成珍珠港而已